我們來看北市信義區有一位三十六歲已婚的國民黨里長 被視為立委徐小憲的莊長 我們獨家報導 現在呢 他面臨的是罷免危機 二十號就要投票 罷免發錢是他的丈母娘 列出女婿有屋前 待職婚外勤七大罪狀 里長認為這些指控都沒有證據 法院最近審理他外遇一位美甲店女老闆的案子 認定他侵害配偶權 判賠二十萬元 信義區這間小學 在本週六將設置投票所 讓當地里民決定里長的去留 要罷免他的其中一項理由 他有婚外勤 已經得到法院認證 遭逢罷免危機的里長是七年級生 前年參選挂國民黨籍成功連任 卻因為婚姻拉警報 丈母娘親自發動罷免 劣氣大罪 貪污欠債挑撥里民對立 其中待乎職守這一項 部分里民也有感 因為我們在這個小時候 很多里長都來找他 找里長 里長這樣都慌慌不在 工作是否太混 可能個人感受不同 但里長沒有處理好夫妻關係 已鬧上法院 太太抓到他跟婚外勤對象 親密合照 甚至有懷孕的超音波照片 這帶來極大痛苦 因為夫妻倆從2005年學生時期認識 愛情長跑17年才結婚 里長反駁在一起沒那麼久 中間曾分手 還說前年結婚開始同居後 才發現兩人觀念性格不合 不願賠償原配 但他自亂陣腳 在家事法庭打離婚官司 告訴法官他想離 外遇也承認 民事法庭審理原配邱昌案 就勘驗這段開庭筆錄 確認里長侵害配偶權 判賠20萬 那華恩認證就是事實的 私德功德都可以判定他是不是 如果罷免通過 恐怕有政治涟漪 本區立委徐小新 在綠營中仇恨值不低 婚變里長 傳出是徐小新大樁腳 在國民黨立委 黨內初選時 徐小新見柯文哲 就安排在里長媽媽的兩面店 雖然有藍營議員淡化兩人連結 但已有綠營人士 將里長罷免案 當成罷免徐小新的前哨戰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台北報導